上一集的Enthorn 跟大家介紹了遊俠號和巨像號的造型分享 今集就來到暴風號和捷擊號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看暴風號 我現在的配色是根據高達的配色來做的 紅白藍再加黃 首先看看頭盔的部分 這裡我用了探索者頭盔 這個是限時商店買得到的 如果沒有探索者頭盔的話 用預刺這個頭盔也可以 而上本身就是探索者胸甲 本身預刺的胸甲也是不錯的 而手臂的部分我們也是用探索者的手甲 左手多了一個白色的配件 層次感上又多了很多 最後來到腿部的部分 這裡我用了女妖腿甲 這個是商店一萬二千元買的 腿甲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顏色分配上面有多一個不同的選擇 我們如果選擇其他腿甲的話 出來的顏色層次就會比較少 來到選號狀態方面 這裡我們也是選擇整潔 做一個金屬感 材質也是用整潔金屬 把整個機甲做反光面多一點 顏色方面頭兩格是藍色 第三格是白色 第四格是紅色 第五格是白色 第六格是黃色 顏色方面也給大家一個大概的數值 藍色方面就是R25 G67 和B176 白色的部分有兩個選擇 一是用預設顏色的純白色 又或者像我這樣 把白色調灰一點 這部分就要看看大家自己的喜好 而紅色的大概範圍數值就是R189 G14 和B14 而黃色的大概範圍就是R234 G218 和B20 整個效果出來的造型就像現在畫面所看到 然後來到折擊號的部分 製作了兩個不同的造型 分別就是龍珠裏面的飛利造型 這部分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用所有折擊號本身預設的裝備 就已經可以了 轉號狀態我會選擇新穎 大家如果未有的話 選擇整潔也是可以的 然後圖七部分 第一個白色 第二個紫色 第三、四、五都是白色 還有最後一個是紫色 就可以了 材質方面我會全部選擇皮革細緻版 這裡就營造一些生物的表面質地 而白色的大概範圍值 會在R228 G228 和B228 那就不用預設這個白色 因為這個就太白的關係 所以我會把它推灰一格 紫色的大概範圍值 就會在R162 G82 和B177 這裡大家可以調節的也是光暗位 如果你想鮮一點的紫色 就推翻鮮一點 暗一點就可以推翻暗一點 我現在的紫色 就用一個中規中矩 就不會太過搶眼的紫色 整個造型我都做簡單一點 營造菲利的樣子 盡量以白色為主 再用紫色做點綴 今集最後一個造型就是龍珠入面的完美絲爐 首先我們看看頭盔 頭盔就會用本身預設的頭盔 而上半身的方便會用黎明軍團的空格 手臂也一樣用黎明軍團的手格 而腿部就用本身預設的腿格 選號狀態這裡我都會選擇生榮 大家沒有的話選擇整體也可以 材質這裡就有一點複雜 第一個我們會用皮革人工 第二個和第三個用布料繁布蜂巢 這個是限時商店買的 營造絲路本身的深色巴紋 而第四個用皮革細緻 這裡會配紫色 除了第一個配皮革顏色之外 其他都是用綠色和深綠色 製造花紋的樣子 大家看看其實絲路的皮革位 頭頂、手臂、肩膊這些位置 其實它會用黑色做主色 但我會覺得黑色太過深色的關係 所以我會把它推淺一點 大概範圍值就是R46、G46和B46 因為如果我們推得太黑的話 整個感覺就會不夠一體化 接著來到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花紋有兩種 一個是深綠 一個是淺綠 這裡我會選擇一個比較暗的綠色 大概範圍就是R77、G118和B43 如果我們把它推得太淺 把它整成一個螢光的顏色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有點像未進化之前的感覺 所以這裡我會更建議大家選擇一個深層的綠色 做回穩重 比較配合完美版思路的造型 而深綠色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大家推到最黑的部分 向右上角推一格 其實就已經做到那個感覺 大概範圍值就是R9 G50和B20 而紫色的部分 這裡我就會做得非常深色 我們也不想紫色太突出 有一個一體感的感覺 大概是R78 G22 和B18的範圍值 用以上的配色的話 我們整個思路的造型出來 就不會有什麼顏色搶了其他顏色的風頭 而背部的翼的位置 也是因為一個黎明裝甲的空甲 令到它後面做回翼變成黑色的感覺 如果大家用了其他空甲的話 就做不到這個分色的效果 我們今集Anthem的造型介紹 暴風號和哲擊號的部分就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LIKE和SHARE給朋友一起看 還未加上換下底支影片 按我的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和出片的通知 大家想看更多直播的資訊 記得讚好我的Facebook 想看我的主意圖 Follow我的IG 我們下集再見 失敗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